小林玩具 太热了 一到了夏天 吃饭都没有什么食欲 只想吃一些凉凉的水果 雪糕 还有轮饮 对了 如如就叫上小帕 来一场夏日水果圣诞吧 终于准备好了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好玩的东西 可以让今天的水果圣诞 变得更有趣哦 哇 是什么呀 今天的水果圣诞 游戏规则就是 转动身后的转盘 然后随机选择三种食物 放入炸鸡机进行炸鸡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们喝掉 到底我们能不能喝到好喝的果汁呢 就完全平地气了 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决定 谁先抽好了 好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啊 我赢了 好 开始 那我要先来咯 还有点紧张 千万不要是大蒜 千万不要是大蒜 千万不要是养葱 我看一下 哦 哎呦 大蒜 啊 完全惩罚了这个事情 三二一 开始 哇 我不要洋葱 我不要洋葱 也不要苦瓜 哦 葡萄 耶 哇 这个应该是苦瓜吧 洋葡萌 哇 让我想想 大蒜 可以跟哪些是绝配呢 洋葱 洋葱吧 可以 洋葱和苦瓜 可以配一杯那种 就是火锅蘸料 火锅 火锅 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配柠檬应该还可以 这是什么 开始 哦 怎么又是大蒜 又是大蒜 那又是大蒜 鲜榨果汁 是洋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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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大蒜 是大蒜 哦 哦 哦 大蒜 哇 番茄 哇 两种颜色的 而且它们造型都是弄圆圆的 好可爱 这就可能 到底是哪里得进的大蒜 哇 芒果 哈哈 好该我了 芒果 配大蒜足迫 最后一个 不要是洋葱 芒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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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概率这么小 走起你洗剃苦瓜套餐 看来我待会要把水加多一点 这味道我闻 哦 这个大蒜味好重啊 好奇怪的味道 哇 就是那种闻起来就感觉咸咸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是咸的呢 我要倒出来了 大蒜不应该是咸的呀 我要等你一起喝 好好 等我一起 哇 已经完成了 哇 这个颜色很像奶茶 很像草莓奶昔 希望会好喝 一个好重的一个番茄的味道 全是番茄味 对我刚刚应该买这个醋 我甚至觉得我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干杯 让我屏住呼吸 我这完全是番茄的味道 哦 好喝 好好喝 真的好好喝 我喝一点你的看 哇 我觉得朋友们你们真的可以试一试 它是有一点就是你喝起来是芒果 但是有点辣辣的 它的厚调 它的厚调就是那种有点辣辣的味道 哦好喝的 哇 辣芒果的味道 哇 真的很好喝 我就是酸酸的番茄汁 我要尝一下你的 完全就是番茄汁的味道 没有那个 没有这个皮头味 嗯 就是番茄的味道 那一会儿就很健康 蔬菜汤的感觉 是的 吃了早餐去喝 对 然后我觉得就适合 疯掉的时候喝 疯 好了 今天我和文文就一起玩了这个 随机转盘之水果盛宴的游戏 那不同的水果组合在一起呢 居然会有不同的惊喜哦 对 不过小朋友们一定不能浪费哦 剩下的水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哦 哦对了 你们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